是有七天黑暗没关系 七天不吃不喝和我不死 只要你心顶 老老实实 黑暗当中你服 一举佛号不离口 七天黑暗之后就看到光明了 地球恢复自转 这个地球自转了 它不能自转的原因 是受了一个干扰 通过太空当中一个星体 这个星体有点像彗星一样 它对地球这个表面干扰很大 让地球地窟跟地心脱离了 地窟不动了 但是地心还在转动 大概七天就能恢复正常 会产生这个现象 再有南北极的转换 这个很麻烦 将来南极好像是现在的印度 那么跟印度相对的地球的那一面 那就是北极 找个地球一号来看看 然后找出当中的赤道 都要新化了 为什么呢 这样我们晓得 全球气候 南极是冷 寒带 赤道是热带 我们中国这个地区 可能是真正的温带 这个转对中国是有好处 没有坏处 如果印度是 是这个南极的话 中国就是在南半球 南半球的问题 像现在澳洲 这样的状况 那么靠近印度的 就是寒带 那现在这个 这个这个东南亚 正一代是热带 热带变成寒带了 那就没有法子去住了 那中国最好的地方是北方 以内蒙古为中心 内蒙古这个四周 四周围的时候 都是最好的地区 真正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